咱们刚只销了十块钱了 买一领了 咱们今天小伙送我们了 担心就不用抽 我倒上这么多酱油 我还要倒上这么多菜籽油 你说它洗得干干净 我看一下洗得干净的不干净 你放在水里面 清水里面它来回走 它污渍污渍就没用 看一下洗得好不好 这一次5000块钱出来挑战穷油综合 被迫想一个这样的办法 摆地摊来挣清费 之前只有三个省市 就花了我今天2000块钱 其中大部分都是油费 然后现在呢为了走得更远 所以说摆地摊来挣一些机费 今天是在平边县 你看一下现在已经1点多了 还有这么多人 商家都还没有收 这是小鱼在家里面煮的米线 给我端过来的 现在米线也吃完了 现在已经1点半了 现在有点开心的 为什么呢 看见没有 今天收获还不错 但是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呢 这边商家一个音响 这边商家一个音响 特别大 搞得我这边说话都听不太清楚 他这个儿童衣服啊 10块钱一件 特别火 买的人很多 从开始摆到现在 一直都是感觉里面很多人的样子 昨天那个鸡市 买了155块 今天来看一下卖了多少钱 今天还不错 今天卖了351块钱 还行 昨天是115块 今天又是一个禁销 但是这边 买得多的原因的话 是因为这边积息比较大 你看现在这个点都还有来来回回这么多人 但是呢 我也不打算再卖了 因为现在我感觉 好像也吼得再凶 吼得再厉害 他们买的那个兴趣啊 也不是特别强烈 今天做的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把我的伞给拿出来 这是我在网上重新发的一个伞 很便宜 要鱼的那种 直径2米 刚刚好挡到 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伞的话 我肯定会被晒得脱皮 我跟你讲 这个 夜口布这么大一坨 现在卖了缩小了 只剩这样一卡了 不知道还能卖多少钱 把这个一卷卖完了以后 我打算换一个其他的来卖 有好的意见的朋友 可以给阿彪提点一键 因为这个东西 我认为是比较火 结果是烂大街 现在卖了以后 我发现有很多人是已经用过的 还是一些回头客来卖的 然后你吆喝啊吼啊 这些效果也不是特别好的 我通过三天的时间来学习 送口溜 包括发现这个摆摊的其中的一些 道理什么的 然后摸索了一些经验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呢我是 这边买夜口布 这边摆那个坑绘布 然后中间放一张桌子 然后在桌子上面来给大家说 来介绍 结果我发现这样的方式不好 因为我在上面说 其实还没有 我在地上说的效果好 结果呢 我又把这个东西搬下来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来给大家介绍 然后第三场的话 我是在那个 卖猪肉的那个台子上面去介绍 那个效果又好一点的 卖了150块 今天呢我就直接用了我刚才视频开头的那种方式 就是让我很忙碌很忙碌 然后又说指劲强调这10块钱很便宜很便宜 然后在中间呢随便 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啊有多有多好洗 有多好用 就这样子 反而还卖的多一点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进步 他在不断的营销 如果说不去研究 就用桌子来给大家销售 像网上那样的 我觉得网上的那样的 那些人看了以后 他不走 哎 这个买了以后那个人买 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假 但是呢 如果我在那实践发现 这些人买东西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匆忙 看了以后直接就走了 要是留住他的眼睛 留住他的脚步 那要么买或者是不买 看一下直接就OK走 今天呢没有其他的花费 解释在平边线 所以呢 在小一家支柱 现在我要收拍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分享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 收藏 大家关注我是阿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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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